这是一部超解压的复仇爽剧 上映15年 至今仍旧难以超越 更是被无数网友疯狂催歌 今天就带大家一口气看完 这部经典家作《怨无本部》 第一任妻子溺死在鱼缸 第二任妻子因交通事故而亡 而第三任妻子 就在刚刚从楼上一跃而下 三个人三亿的保险金轻松地进了男人的账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凶手 却没有证据抓捕他 凶手正在逍遥法外 而失去女儿的老汉只能孤灵地跪在街头 声诉无门可又厌不下这口恶气 老汉决定要亲手为女儿报仇 要了男人的命 可就当他迈着醉醺醺的步伐走在街上 碰巧撞到了一位身系红衣的女子 女子显然是有意而来 他对老汉说道 愚蠢的复仇只会毁掉自己 然后便转身离去 而一头雾水的老汉发现 自己的兜里竟多出了一张名片 怨无本部 自称可以解决人间的一切纠纷与怨恨 老汉心动了 他将怨无请到家里 希望对方帮助他惩治男人 怨无却开口要价五千万 这对老汉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心想能给女儿报仇 还是咬牙答应下来 属于怨无的表演开始了 可他做的第一步竟然是给男人打句变化 选择直接名牌和对方硬钢 还派去杀手做自我介绍 身为法治社会的最大受益者 男人不相信杀手会把他怎样 回去还悠哉地冲了个梁 可就在这时 花洒出来的水温镜忽然飙到了200度 便由他如何击打暗女 最终还是被烫了一身包 而杀手此时正把玩着手中的遥控器 对着男人一阵嘲笑 明知是杀手搞得鬼 男人却没有一点证据 这一刻他也体会到了申诉无门的感觉 可这还只是开始 第二天 男人驾车时又因刹车失灵发生了意外 还好只受到了点轻微伤害 可当他当摆脱了记者的纠缠回到家 杀手正拿着一个扳手在那里等着他 昨天的浴缸 今天的车祸 和他之前两任妻子的遭遇一样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从楼上一跃下了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杀手嘴角轻轻上扬 然后慢慢地朝男人走去 男人吓得连连后退 可眼看着已经被逼到了墙角 他想要反击双手重重地一推 却正好落入了杀手的圈套 只见杀手双腿用力伸自后仰 竟然自己跳了下去 而临终前 杀手的手里却紧握着一张家庭照片 男人懵了 吓得瘫坐在地上 审讯室里他拼命地和条子解释 可是条子拿出了一份保单后 男人哑口无言 总金额三亿元的保单上被保人士杀手 而受益人却是男人 男人满脸疑惑和委屈 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 但此时的他已经百口莫扁 因为照片上清晰地拍到 使他推了对方 老汉如约地付了5000万报酬 女儿的大仇得报 可本应高兴的老汉却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为无辜人的牺牲感到愧疚 这时怨屋向他解释了一切 原来杀手因公司破产想要清晰 是怨屋的出现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生命保险在入保的两年内自身 是无法获得收益的 但是被杀的话就不一样 为了给家人留下幸福的希望 杀手加入了怨屋 而怨屋也用他完成了对男人的暴露 得知真相后的老汉不敢相信 为什么有人会用性命来换取回报 怨屋却解释着 与其和家人一起遭到地狱般的痛苦 不如用自己来保护家人 杀手和世界上的很多人一样 有人舍命换取回报 有人出钱消除怨恨 而在这之间拿钱的就是我们怨屋 一个可以消除任何怨恨的地方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401室的李奈正在沐浴 禽兽继父近推门而入 无论李奈如何挣扎呼喊也难逃未遇 而此时404内的房间 新丰夫妇惠美正和丈夫如往常一样 上演着恩爱 唯有家在403房的大婶 听着隔壁传来的猫叫 陷入了沉思 每晚连绵不绝的鸟叫让他彻夜难眠 老伴走得又早 加上奋斗大半辈子才买到的公寓 如今房屋降价 看着隔壁小年轻轻松地搬进来 让他心里十分不爽 而妒忌心的增强也让他产生了报复的念头 第二天一早 透过门缝看着小两口甜腻的告别后 大婶便拎了一袋狗粒给塞进隔壁的门缝 然后尾随正道垃圾的惠美 以管理垃圾分类为由 翻出了昨晚惠美恩爱的证据 狠狠地将蓝精灵甩在地上便扬长而去 接着又在邻里街坊中 散播惠美不守复道的谣言 惠美懒得与他们理论 可回到家又发现了一坨坨狗粒点 转过身又是来自大婶们的嘲笑 这明晃晃的欺辱让她很是委屈 可她将事情告诉丈夫 丈夫却觉得只是一点小事 即使找来了条子也解决不了事情 但惠美还是咽不下这口乐器 她在网上搜索复仇的信息 怨巫本铺五个字吸引了她的注意 很快惠美便联系到了怨巫 可怨巫觉得只是邻里间的一点小事 并且惠美的猫叫也有错在先 想让惠美稀释宁愿 但惠美却执意要大审好看 无奈的怨巫给出了一百万的报价 此时惠美却只愿意出三十万 怨巫虽然答应了请求 但她也表示只负责三十万的募 临走时一旁的李奈吸引了怨巫的注意 怨恨的感觉李奈在熟悉不过 丢下一张名片后驾车离去 而李奈拿起手中的明天有些犹豫 可就在夜晚又一次被禽兽侵犯后 她拨通了电话 挂断电话 属于怨巫的表演也即将开始 她先给大审打句电话 举报惠美偷居户邮件 希望身为副理师的大审能够调查 抹黑惠美的事情大审怎么会错过 随即邀请街坊准备在明天抓赃 第二天他们信心满满的等着惠美下来 一顿乱翻果真发现了邻居们丢失的邮件 但袋子里同时还有昨日一个点心盒 这可是大审亲口说的国外亲戚寄来的 惠美抓住机会立刻反咬一口 还将近七门所被堵 车胎被扎的事情全部怪在大审身上 可大审一脸茫然 一瞬间众人哗然 大审灰溜溜的跑了 剩下的街坊们也自知理睿 向惠美道歉后便纷纷离开 而独锁眼扎轮胎的事自然是怨无所为 目的就是陷害大婶让她自己露出马脚 之所以没有考虑惠美的感受 仅仅是因为她在报仇上还了假 惠美的事处理完 就轮到李奈了 她那禽兽不如的继父此时还不知道 家中正有个惊喜在等着她 看着桌上李奈留下的纸条 继父以为李奈已经被她成功驯服 便迫不及待地跳上床 搂着枕头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 可这时却有一个人推门而入 一个满身脸毛的大汉 继父就和当初的女儿一样 拼命呼喊着妈妈 但一切都为时一晚 桌上的网偶见证了两人的频率与政府 李奈一脸不解地问着怨无 继父为何会突然留下信件和离婚协议书 一点反抗都没有的就走了 怨无听后扑刺一笑 李奈哪里知道 自己禽兽般的继父如今却过得非常幸福 因为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李奈这边虽然心中伤痕还没痊愈 但继父走了自己轻松了很多 至于酬经她已做好了用XX偿还的打算 不料怨无却微笑地说 下期精彩继续 看三个小混混如何被怨无惩治 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未成年犯罪案 三个少年绑架了一对新婚夫妇 以丈夫的生命做威胁 暴力胁迫侮辱妻子长达八小时之久 最终妻子不堪受辱选择自尽 而案发后罪犯们不仅逍遥法外 还丝毫没有毁物之心 一句我们还小 便可以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买单 即使被抓也无非是责令加强管教 可对于活下来的丈夫来说 这一切都无公平可言 仿佛除了受害的这对新婚夫妇 并没有任何人受到真实伤害 为了让少年犯得到应有的报应 他没有和阿瑟透露过多罪犯信息 而是选择了怨无本部 一个可以解决人间一切纠纷和怨恨的机构 既然法律无法使他们入罪 那么迎接少年犯们呢 将是一场巧妙的社会抹杀 通过男人提供的车牌号 情报屋很快确定了少年犯们所在 听着窃听器里传来少年们对生命的漠视和不敬 情报屋恨得牙根发痒 而怨无也开始布局要少年们自相残杀 怨无给李奈戴上监控项链 让他在网上散播少年犯老大的个人信息 然后在学校附近制造捧荒 一天的时间便让半座城市的人们都在议论此事 接着情报屋化身律师 找到另外两名同伙 播放了几人犯罪的录音 然后开始离间两人与老大的关系 另一边李奈在墙上图满老大犯罪的信息 成功地吸引了老大的注意 他想给这个女孩一些惩罚 却不知自己已经落入了院屋的圈套 通过监控传来的信息 计划开始 废旧的工厂里 李奈正像之前受害的妻子一样 被吊在墙上面对着老大的询问 是谁透露的消息 这时大门被推开 只见两个同伙怒气冲冲走进来 原本就薄弱的友情在此刻彻底破损 等警察感到时 三个少年犯已经得到了该有的惩罚 大仇得报 可爱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只剩下两人曾经幸福的时光 而少年犯们虽然得到了诚挚 可遗憾的是 他们并没有带着悔悟而亡 甚至到死都没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吧 私生犯还算粉丝吗 他们到底有多恐怖 狄家一觉醒来 身边竟躺了一个壮眉 都说肥胖是会呼吸的头 想到他曾在自己的身上来回滚动 狄家为李顿感一阵作误 原来狄家是个刚出道的练习生 凭借一步我才不会被女孩欺负 一夜爆红引来无数粉丝追跑 可人红事非多 此时的狄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 和同事聚餐 壮妹就在一旁的座位上进食 打车回家 也被壮妹偷偷跟踪 眼看着电梯门即将关闭 却被壮妹生生掰开 壮妹一脸羞涩地看着狄家 随后从包里掏出了十米长的电棒 滋溜一下 一代美男就此惨遭毒手 一场不堪入目的赶面体大战 以狄家电晕壮妹宣告胜出 迪家也在第一时间选择了搬家 可依旧没有摆脱壮妹的纠缠 两人你追我赶 迪家一路狂奔跑到了电话亭 刚想要寻求阿瑟帮助 一张名片却吸引了她的注意 怨屋本铺 可以解决一切人间纠纷和怨恨 迪家心动了 怨屋来到片场看着手上壮妹的大头贴 200万的酬金 迪家犹豫一番后咬牙答应 而属于怨屋的表演也即将开始 但这也是怨屋的第一次失手 她通过情报屋调查了壮妹的身份 原来壮妹在社区工作 主要负责流动人员的个人信息登记 也是靠职务之变 才屡次查出迪家的住址 也许她半吨的体格拖累了做事的速度 导致很多居民对她不满 更是当面进行人身攻击 然而壮妹表面唯唯诺诺 背后则重拳出击 她会查出对方的住址 然后点一份昂贵的外卖作为报复 而此时怨屋正站在身后远远地看着她 为了惩罚壮美 怨屋请来了帮手帅鸭 本以为可以轻松地让壮妹陷入情网 但这次她失散了 面对帅鸭那帅气夺人的面袍 壮妹并没有表现出一副花痴的模样 她大声呼就吓跑了帅鸭 原来壮妹不只是单纯的私生犯 她还是个中二的妄想症 自认为是小仙女 也只有电视里的迪家才配拥有她 怨屋安慰了几具身受打击的帅鸭 便开始了下一步计划 看来只有比她病得更深的人 才能够打败她 而打败她的方法 就是做私生犯的私生犯 他们找到另一位病入高荒的私生犯 以迪家的名义命令她 他们命令眼镜男务必将壮妹追到手 偶像的力量眼镜男怎敢违抗 她可是比壮妹更中二的存在 信誓旦旦地表示任务一定完成 然后属于壮妹的噩梦开始了 眼镜男找到壮妹便表明了爱你 希望两人能够在一起 而壮妹也终于体会到了被人跟踪的恐惧 被眼镜男爱的光线打得连连败腿 无路可逃之际她将一块石子丢向对方 眼镜男被砸晕过去 可壮妹依旧没有逃离魔掌 壮妹被折磨到崩溃 可刚回到家准备打开窗户船口出气 又看到眼镜男正翻墙而入 还给无助的她化了一个浓浓的眼妆 爱的光线她究竟怎样才能躲掉 她起身奋力一搏准备舒四反抗 却不曾想眼镜男竟然是练过的 一个华丽的后空翻稳稳落下 壮妹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喊来了阿瑟 可这时迪迦打电话过来命令眼镜男快跑 阿瑟们也是一头雾水地看着眼镜男跑开 可对壮妹的惩罚还不止如此 第二天 一群被点过外卖的居民将她围住讨要说法 壮妹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在那里拼命脚脸 可电脑上一列列被她调出的住户信息 正清楚地摆在桌面 就这样壮妹被抓进了警局 最终被诊断出精神异常遣送回家休养 任务完成 院屋顺利地拿到了酬金 可属于壮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此时的她正和追到乡下的眼镜男 上演着你是疯儿我是沙 为了爱情 刚满18岁的李子 嫁给了年过八旬的富翁 本以为可以幸福一生 富翁却被人连捅二十刀惨死家中 李子无奈只好继承了上百亿的遗产 摇身一变成为了富婆 可看着心爱丈夫的一项 她心有不甘发誓要为王夫复仇 法律的惩罚已经无法化解她心动的仇恨 为此她找到怨务 希望又更狠毒的方法将凶手在社会上抹出 并且明确了凶手就是自己的前男友山田 原来自从嫁给富豪后 山田依旧纠缠着她 用丈夫的性命做威胁 强迫自己和她打扑克 为了躲避山田 李子选择了外出旅游 却不曾想救在这段时间 山田竟真的要了自己丈夫的命 通过情报屋的调查 怨务发现山田确实有作案嫌疑 便以一千万的报酬答应了李子的请求 可李子回到家后悠闲地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又来到前男友的公寓打起了扑克 原来丈夫遇害正是她一手策划 对怨务的委托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 而第二个目标就是眼前这位爱事的前男友 她和山田说有人知道两人的秘密 那个人索要一个亿做封口费 可人的贪婪是无尽的 只有抹除对方 才能让两人安心地过上好生活 见男人轻松上钩 李子便将怨务的手机号交给了男人 还告诉他怨务是一位黑色长发的女人 回家的路上 李子一脸得意 在他的计划里山田一定会找怨务报复 可凭借怨务的身手自然会反杀对方 这样怨务顺利地完成任务 而他则可以坦然地过起复活生物 可惜看似一举两得完美的计划 却高估了他那前男友山田的智商 山田将电话打给怨务 让他来拿一个亿的封口费 怨务一头雾水 但通过软件解析出号码的主人是山田 他心中已经猜出了大概 随后话被动便主动 准确地说出山田的名字和信息 这让山田一脸震惊 他不知道对方为何知道自己 于是接受了明天见面的请求 而怨务也开始对李子进行跟踪 玩了一辈子鸟反被鸟捉 怨务怎么会咽下这口恶气 他私下头套 开始了对李子的报复计划 第二天 只见怨务从山田的房间出来后 没多久山田也走出房门 来到一处公园与李子相见 可山田二话不说就将李子暗倒在地 一顿胖揍 更是掏出十米长大刀扎了进去 李子支付的酬金 给山田买了一份高额保险 看着受益人是李子的名字 山田开始还不敢相信 可听怨务说 和李子同去的还有一位黑色长发女子 让他彻底相信了眼前的事实 就这样两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李子去见了八旬丈夫 山田两起命案被抓 迎接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这个男人太惨了 和心爱的女孩领证登记 却被告知是已婚在身 男人一脸震惊 希望对方仔细确认一下 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拿出结婚证明 这下男人彻底傻眼 因为证明上配偶的名字 他压根就不认识 面对女友的质疑 他不知该如何解释 想让工作人员解除婚姻 可婚姻又不是儿戏说离就离 女友因此被气得晕倒在地 老丈人更是认为男人人品有问题 将他撵出家门 彻底杜绝了他和女儿的联系 好好的一桩喜事 转眼就被一个陌生的妻子搅黄 之后的日子 男人浑浑噩噩面容憔悴 在本市举行婚礼的那天 不幸被迎溺而来的车子撞上 隐恨西北 是自杀还是意外 女友无法确认 但失去了男人之后 女人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爱他 更是在事发不久后 发现自己已经还了男人的骨肉 他要为王夫抱头 不能让孩子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 而世间只要还有怨恨 便会有怨恶的存在 女人找到了怨恶 希望怨恶能还丈夫一个清白 找出那危害两人家破人亡的陌生人 让他受到该有的惩罚 怨恶询问是否会将孩子生下来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调查出了这位名叫盗子的女人 原来盗子喜欢伪装成电台记者 在街上寻找月薪阶层的单身男性 通过问卷调查上的个人信息 锁定精准目标 接着伪造签名进行婚姻注册 之后再通过意外死亡 获得高额险境 所以男人之死根本不是意外 而是由盗子的男友村田 故意推扰才导致身亡 两人分工合作作案无数 而此时刚成功完成一单的二人 正在家里打扑克庆祝 殊不知两人的画面 正在被现场直播 听到两人对生命的漠视和不敬 让女人恨得牙根发痒 怨无也决定要加大 对二人的惩罚力度 第二天 盗子依旧在街上寻找着目标 再一次被人无情拒绝后 一位年轻小伙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帅气夺人的小脸 和不经意展示的劳力士手表 深深吸引了盗子的注意 李子满眼崇拜地看着小伙 以为自己捡到了宝 却不知自己已经落入了小伙的圈套 没错 小伙就是怨无情来的帮手摔牙 那张令无数富国痴迷的小嘴 拿捏稻子简直在轻松不过 利用伪造的收益截图 和自己的身份背景 让财迷稻子成功地动起了歪心思 而另一遍稻子的男友村田 一脸郁闷地从银行走出来 他不知道稻子为何会突然将钱去过 正纳闷的时候 身后一位成熟男人突然喊住他 原来情报无法深成受害者的表格 将村田拉到饭店 交谈中 听着情报屋对他和女友做过的坏事 如属家真的颁说出来 村田被吓得已经是冷汗之流 村田慌忙间被水枪住 可还是不敢相信对方的说法 为此情报屋早有准备 他拿出了村田与稻子的结婚证明 用对手的方式惩罚对手 是怨屋最擅长的报复方式 然后让他转身看向身后 女友正满脸幸福的依偎在帅压肩膀 一脸期待地走进了hotel 此刻村田已经彻底相信了情报屋的话 回到家就是一个大逼斗 掏出结婚证明甩在稻子脸上 根本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 框框就是一顿胖揍 稻子被打破了房 跑到厨房掏出了十米长的大刀 并摊牌地和村田说道 这句话彻底惹怒了村田 两人也开始了一番殊死搏斗 可是稻子又怎会是村田的对手 扑刺一刀 稻子就此隐恨惜福 见他那些素未谋面的老公却 而村田也被缉拿归案等待法律的审判 虽然两人得到了应有的暴力 可被毁掉的家庭却再也无法复原 唯一的行为 或许只是受害者能够安息长远 自身绿茶教你如何正确撩喊 才能在十秒内让男人给你花一百万 凭借乖巧可爱的外表 和不穿内衣的好习惯 小丽先以恋爱的名义勾住男人的心 接着便以打扑克为诱 让男人买下昂贵假表 接着小丽就会姨妈在家为友 让男人等她一周 痴情的男人还幻想着一周后的幸运 却不知小丽为的是七天无理由退换活 等男人发现上榜 也只能自认倒霉 就算找到小丽 男人也拿她没有丝毫办法 第三下似的恳求 换来的只有小丽不屑的辱骂 赔了金钱和感情 现在又丢掉了尊严 男人无比愤怒可又申诉无门 幸好此刻她的遭遇都被怨恶看在眼里 有怨恨的地方就有怨恶的出现 怨恶本铺 号称可以解决人间的一切纠纷与怨恨 男人找到了怨恶 请求对方受到应有的惩罚 看着男人单薄朴实的着装 这次怨恶给了60万的友情奖 属于怨恶的表演正式开始 她派李奈加入小丽所在的手表店 顺利查出了丽子的真实身份 原来年纪轻轻的丽子还是一位大学生 在学校里凭借满嘴谎言和青春认设 吸引了无数舔狗围在身边 为了揭露她的真实面目 怨恶在学校里贴满了小丽在外兼职的照片 小丽当场射死 可舔狗就是舔狗 小丽委屈地哭诉自己惨痛的遭遇 被人跟踪尾随还接过恐吓电话 凭借奥斯卡般精湛的演技 成功地让舔狗们为她打抱不平 发誓要为小丽报仇 嘴上说着不要 手上却拿出了男人的照片 三个被调教成军犬的舔狗 当晚就找到男人 把她一顿胖揍 顺利地打进了医院 而此时的小丽正忙着下一单声音 手机上的富二代正是怨无派来的猛臣 虽然对方外表丑陋行为中二 可谁又会跟前过不去 欣然接受了猛臣的约会礼物 回到家 看着面前叠成小山的钞票 小丽欣喜若狂 想着此时三只军犬应该教训的男人 心中又是一阵窃喜 可嘴里却说着嘲讽军犬的话 看着小丽这白痴的一幕 情报物恶心地赶紧关掉了屏幕 昨日三只军犬正围在小丽身旁邀功 可下一秒警察就打断了几人的谈话 军犬们还想狡辩 一旁的警员却拿出了录音 原来让男人被打也是怨无计划中的一幕 为的就是让男人靠一身的伤 挽回一些被小丽骗走的钞票 小丽这时正焦急地和校长解释 想要撇清和三只军犬的关系 一脸无辜地恳求校长 可还是没有避免被开除的命运 因为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中二的视频已经被封传到了网上 晚上猛成跑到她家里骚扰 看着电脑上自己中二的模样 小丽恼羞成怒 拿起桌上的大刀就要卡了对方 却被迎面而来的警察顺手抓捕 人赃并火 无论她如何撒娇 都没有军犬前来营救她了 顺利完成任务 男人如约支付了酬金 可她也向怨无表示 自己被城中女性伤了心 已经订好了回村的机票 医生正在给病人做全身检查 听诊器中传来扑通扑通的心跳 伴随着轻微发热的症状 长谷决定给病人补充些蛋白营养 与此同时 长谷的另一位病人 正在病床上痛苦地抽搐 家人万般焦虑地站在一旁 替女儿祈祷 护士也不停地拨打着长谷的变化 但长谷正忙于给病人扎针 根本无暇塌骨 女孩终究没能扛过去 在长谷的欢愉间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 当长谷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医院 听到因为自己开错药 导致了女孩的意外身亡 她立刻将责任推到护士身上 但是病例表上的白纸黑字 让她不得不再想一些其他办法 没多久护士被喊到了院长室 要她配合警方的调查 主动承认是自己拿错药 导致了意外发生 护士不想莫名悲果 明明这一切都是长谷医生的错 但一个小小的护士 又怎么玩得过医生 看着被篡改好的新病例 护士内心苦涩万分 被冤枉却白口莫辩 只能任由对方将自己推上了警车 而另一边在女孩的葬礼上 母亲因女儿的意外离世精神崩溃 父亲连忙派人将她安顿在车上 可就在关上车门的时候 他注意到一张放在车窗的名片 院屋本铺 当若是地位的人们声诉无门 又厌不下气看着对方逍遥的时候 院屋便会出现在他们身旁 父亲找到了院屋 和他诉说了女儿的遭遇 院屋提议让凶手遭受同女孩一样的命运 利用医疗事故将其进行社会抹杀 父亲思考一番后否定的院屋的提议 他认为对付这种有权势的人 让他们从现在的地位跌落 才是最悲剧的报复 院屋还想询问女儿母亲有何想法 可看到的却是一位彻底疯癫的女人 撕心裂肺万剑穿胸 也无法形容失去女儿的痛 他将锥子狠狠地扎进 那个写有长谷名字的稻草人上 一次两次直直扎穿自己的手 父亲答应了院屋八百万酬金的报价 可就在院屋出来的时候 女孩的母亲却叫住了他 情报屋获取了长谷的资料 他是院长的侄子 也是继承医院的第一人选 他们通过安装在院长办公室的监控 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 原来院长和长谷的关系并不合目 之所以帮助长谷洗脱罪名 是因为院长财务作假的证据就在长谷手里 为了得到黑账本 院屋派李奈以送信为由成功潜入长谷的家 而长谷那边则由院屋亲自出马 伪装成电台记者 拿出当日的录音 要挟长谷放弃对院长职位的争夺 然后不顾长谷的一脸疑惑 便潇洒离去 与此同时妻子的电话打来 哭诉着黑账本被人抢走 长谷怀疑一定是有人想抢院长的职位 才要把他拖下水 可第二天 长谷刚到医院就碰见被带走的院长 重大的变故让长谷将怀疑人 锁定到了另一位医生身上 他将医生带到病房 怒斥对方背叛医院 更是不由分说地给医生扎了一针 可就在一脸得意之时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的危险 这次女孩的母亲 终于亲手将锥子扎进了长谷的身体 长久以来积压的怒火在此刻爆发 母亲不停地挥舞双手 狠狠地刺着眼前的恶魔 那位被抓捕入狱的院长 交代了女儿被害的真相 坏人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怨巫却回忆起那天 女孩母亲所说的话 亚世谷徹は私に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突起と岡 三河 私のお腹の中にいたんです 私の体の一部と同じなんです それに私 医者から心の病だって診断されました 人を殺しても罪にならない免許 病院からもらったんです 美女用皮鞭抽打着老人 传来一阵阵痛苦的哀嚎 可老人非但没有反抗 脸上还洋溢着满足的味道 她是一个十足的变态 也是日本警戒塔尖般的存在 她身为警戒有着支手遮天的权利 警察の連中は全て私の会員だ さすが特権階級 可就是这样支手遮天的权貴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将要栽在一个普通的百姓手里 这天她正开着大奔带女友兜风 意外撞倒了一位遛狗的老太 可她非但没有停车 还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 帮助政府减轻了养老资金的负担 就算被条子赶上也丝毫不慌 只需拿出手中的证件 对方便会立刻毕恭毕敬地向她敬礼 而且撞个人在她眼里不过是件小事 吩咐条子给车做一个被盗的伪证 这样就算受害者报警 也无法找出真正的凶手 权贵面前 普通人不过刀组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但生讨无妄的愤恨积累到足够怨气时 一个正面写着怨巫本库的黑色名片 便会恰巧出现在眼前 怨巫会帮你解决一切烦恼与怨恨 老人将三百万酬金放到桌上 希望怨巫能将根南在社会上抹出 属于怨巫的好戏开场 但是这次的目标非同一般 怨巫集结了所有帮手 制定了一个连环套的计划 第二天 李奈何帅压伪装成条子 成功在车管所将李楠的肇事大奔提出 在猛城的高歌中 将车子送进了警局举办的活动现场 与原本准备的车辆调包 当揭开微步的刹那 现场一片哗然 立刻引来了记者的争相报道 很快当地的警署领导山田 就接到了根南愤怒的电话 则令24小时内消除所有证据 山田不敢违背根南的命令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而根南也开始了清理计划 那位小女友幸运地成了第一个目标 与此同时 山田也带着同事悄悄潜入老人的家 将对方迷晕 就连目击者猛城也没有姓名 同样被山田抓走 看到狗狗镜子上传来的视频 情报无慌忙给院屋打去电话 提醒他小心 却不知道这也是院屋计划中的一幕 夜晚 根南看着眼前这位新女友 他立刻像狗一样扑上去 跪着亲吻院屋41码的小脚 而院屋也满足了根南内心的想法 掏出皮鞭一下下抽在根南的身上 可就在根南请求院屋在用力谢的时候 院屋却主动表明了身份 后果可想而知 院屋被轻松放倒 根南将三人绑架在一家废弃的工厂 命令山田拿出从警署偷出的围禁物 准备为三人制造一出意外死亡 随着针头的扎入 三人也逐渐地失去意识 证人都被完美地解决 山田还沉浸在升官的幻想中 根南却换了剑雨衣穿在身上 随后微微一笑 一刀捅在了山田身上 然后就是另一名同伴 原来山田只不过是一枚妻子 根南利用他偷出来的违禁品 给警方制造出交易不成 被隐君子杀害的假装 这样媒体一定会对此事争相报道 而自己车祸的小事自然会被人们弄忘 可惜算盘打得再好 终究还是落入了院屋的圈套 院屋慢慢地起身叫住根南 与此同时根南的视频 也正在全国的电视上播放 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校园欺凌案件 女孩长期遭受坏学生的欺辱霸凌 甚至被强迫充当赚钱工具 不堪受辱的女孩最终选择了自禁 母亲抱着女儿一向跪地痛哭 校方却为了保护学校生育 以为发现暴力事件唯由结束了调查 警方也因没有直接证据 劝导家长接受赔偿了结此案 可含心如苦养大的女儿 就这么含着怨恨而去 而那些坏人不仅逍遥法外 还丝毫没有悔悟之心 自责与绝望让申诉无门的母亲 想到了轻生 但一位红衣女子的出现彻底点醒了她 有怨恨的地方 就有怨恨的出现 怨恨本部 一个可以解决人间一切纠纷和怨恨的机构 母亲联系到了怨恨 五百万的酬金她没有丝毫犹豫 但抹杀是对凶手的仁慈 满足不了她内心的怨恨 她要让凶手 受到和女儿一样的屈辱和无助 让他们从内心中知道 自己犯的罪 不可饶恕 怨恨伪伪装成心理医生 主动来到学校 给案发班级的学生做心理疏导工作 随后通过四处安装的监控 成功找出了三位主要施暴者 而此时的他们非但没有一丝愧疚 反而还在开心地商讨下一位受害者 另一边 情报屋通过女孩生前的手机 发现浏览器中有一个神秘论坛 原来所有的施暴行为 都是一个名为暴力社长的人 只是所谓 她以奖励点数为诱儿 教唆学生对弱势群体施暴 在胁迫对方 获取利润 更令怨恨意想不到的是 这位暴力社长的真实身份 居然就是受害女孩的班级主任 这么一位看起来软弱无能的男人 竟是这场案件的始作俑者 目标全部锁定 来自怨恨的报复正式开始 她先通过心理医生的身份 分别和三位坏学生谈话 然后故意在班主任面前 将论坛泄密一室 诬陷给三人中的领头小美 就这样 班主任在论坛里 发布了诚挚小美的任务 小美也在瞬间就体会到了 同受害女孩一样被霸凌的感受 她成为了受害女孩的替代者 她大哭不止懦弱地向二人求饶 可等待她的却是一条客户短信 她清楚地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但此时的她已经无力反抗 就像受害女孩一样无助地被人拖走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个所谓的客户 竟然是他们的心理老实怨恶 三个人还在一头雾水 背后却已经多出了三位壮害 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不是抹杀 而是被怨恶送去了遥远的非洲大陆 在那里给土著们 而罪魁祸首班主任自然也跑不了 被李奈轻松地灌罪 再次醒来 已经被绑在了受害女孩自禁的阳台 然后怨恶以班主任的身份在论坛中 为她自己宣判了死刑 楼下的学生们呼啸而至 而怨恶则解开了她身上的生死 此时的校长正在上班的路上 不厌其烦地拒绝着媒体的采访 为了试图她不承认校方有任何问题 可当她刚推开面前的摄像机 就看到躺在血泊中的班主任 这是一个不靠谱的单位 领导滥用私权 肆意气如女下属 消灌酒里又因个人过于优秀 惨遭同事心惊嫉妒 听着女同事嘴中对酒里的崇拜和爱慕 心惊不得将酒里 像手上的筷子一样折断 她认为就是因为酒里的存在 才让周围的同事把她当傻子一样对待 她请求怨恶 对酒里这家伙进行社会性抹杀 可怨恶却果断地拒绝了她的想法 因为怨恶本不 是为那些有怨恨的人复仇 而不是为了心有歹念的人服务 心惊气急败坏地吃了年 可替人复仇的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心惊很快便从网上找到了另外一家 50万地廉的报价让她迅速交了定金 为此酒里可谓是遭到灭顶之灾 不光自己的手脚被三位歹徒打断 甚至连新婚妻子也因此惨遭迫害 而另一边 女下属正和另一位帮人报仇的水客 诉说着社长无耻的行为 为了报复社长 水客利用姿色很快便拍摄 社长那不为人知的一面 看着录像里自己那副婴儿般乖巧的模样 社长不得不答应不再为难下属 并支付了2000万的赔偿金 女下属的事情顺利解决 可心惊那边却应了怨恶临走前的那句话 害人中害己 她开心地将尾款付给了大竹 大竹却拿出两人的录音 要挟薪金还要支付500万筹金 被人胁迫 薪金再次找到了怨恶 她跪在地上请求怨恶的帮助 希望让大竹不再勒索自己 没想到 这一次怨恶竟然痛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可是令怨恶没想到的事 没等她动手 大竹一伙人竟然主动找上了门 原来是水客联系到了大竹 提出了两人联手 一起除掉行业内撬除怨恶的想法 并假装成委托人引怨恶现身 怨恶知道重疾 但也是为时已晚 虽然解决了他们其中的一个 但是还是被乱枪击中 落到水中生死不明 第二天 警方在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看着穿着打扮与怨恶如出一辙 水客如约支付给大竹2000万筹金 可下一秒 就主动投入了大竹一名同伙的怀抱 又有几人能抵挡住水客的诱舞 激情过后 水客还没来得及穿上外套 又在厕所门口 堵到了大竹的另一名同伙 他受不了 想要殊死反抗 却被女人轻轻一把推在了墙上 就在一天前 男人和同伙刚刚害了一对 新婚夫妇家破人亡 又和眼前的美女水客 联手害死了怨恶 但是事成之后 水客却私下和对方团伙 进行着一对衣服 为他们送上了生前的最后一番享受 回到公司 三个人就莫名其妙地 开始了自相残杀 白衣男二话不说 一枪打在了毒眼的身上 而黑衣男则快速击毙了白衣男 最后毒眼竟在临死前 给非衣男扎了一针管 至此 变态的复仇团伙 全部去见了阎王 而这一切都是怨恶的计划 原来水客和怨恶是一虎的 多年前曾受恩于怨恶 为了报答怨恶 自愿来到高级场所工作 设计接近大竹团伙 为了博取信任 还不惜上演一出怨恶假死的戏 那具和尚打捞上来的尸体 只不过是怨恶从大学医院 找来的身形差不多的女人而已 接着水客便以最擅长的姿色 一见三人 与领头大竹说白衣男 盗取了他犯罪的证据 与独眼则说 大竹克扣了他应有的报酬 最后再挑拨独眼 和白衣男的关系 拿出独眼想要除掉 他俩的视频证据 而那份犯罪的证据 则由怨恶团伙的新一旦率压出场 一番武艺便将防冬制的胡子贴贴 顺利地拖着老腰 完成了盗取资料的任务 而这些都是来自受害人酒里的委托 现在大竹团伙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接下来要惩罚的 就是这一切的始作勇者星金 都是因为他的极度才害的酒里家破人亡 怨恶找到星金收取了酬金 可星金不放心 想要看到大竹一伙被抹杀的证据 怨恶也满足了他的怨恶 在下面星金成功地看到了大竹一伙的事情 但猙獰的面庞也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报道 从此患上了精神分裂 精神病院也成为了他未来的家 人满为患的拉面馆 竟然用鼻涕做配方 还时不时地给客人下泄药 自从招了这位新员工 老板武藤便没有再过上一天安稳日子 因为有把柄在对方手中 武藤不敢报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在店里无作非为 三年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 就连未婚妻也吵着要分手 原因竟然是网上流传着武藤的各种歌唱 甚至只有自己知道的拉面配方 还被公布在网上 主要成分还被篡改成了鼻涕 让原本火爆的小店变得七七凉凉 就在武藤一筹莫展之际 一阵阴风吹过 口袋里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张名片 怨无本铺 有怨恨的地方就有怨无的出现 武藤怀疑这一切都是那名员工所为 他希望怨无将员工进行社会性抹杀 一百万的报价武藤虽难以接受 不过一番犹豫后还是答应下来 但是事情好像并没有武藤说的那般简单 临走时 怨无提醒武藤要为二人的事情保密 岂知此时的胡同里正有人对着二人拍照 情报污调查出员工资料 员工叫大木 天生患有被害妄想症 是一个完完全全活在自身世界的人 更奇怪的是 他的住址竟然就在武藤家的隔壁 回到家的大木 跪在一个黑衣女子面前 满脸期待地诉说自己完成了任务 而女子也让他尝了一些甜头 可随后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将大木踹倒在地 捂着头发 发出震耳欲龙的嘶吼 而此时的一幕 也都在怨无的监视之中 原来黑衣女子小泽是大木的亲姐姐 两人都患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可为何而报复武藤还不得人知 为此情报污又调出武藤的资料 三年前一笔三百万的进账 引起了怨无的注意 与此同时 小泽敲响了武藤家的房门 将与怨无的合照拿给武藤女友查看 并谎称怨无是武藤的情人 为此女友和武藤大吵了家 武藤又害怕怨无的警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友离他而去 接着他便找到怨无想要一个解释 可怨无却直接递出了转账记录 直到这时武藤才坦白了真相 原来三年前自己意外捡到了三百万的钞票 他并没有上交 而是凭借这笔钱开了如今的拉面点 他怀疑一定是捡钱的时候 被小泽姐弟俩看到 才敢有恃无恐地接近他 可情报污掉出小泽的资料 发现他家竟然是有名的房产资本家 五十亿的银行存款 好像不会看得上武藤的三百万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小泽如此记恨武藤吗 为了查明真相 怨无派出了猛城跟踪大木 猛城虽然很给力 对大木可谓是寸步不离 但苦于智商堪忧 最后还被大木陷害纵火而进了警局 怨无只好亲自出马 他决定将计就计 扮演成武藤的情妇 高调地来到武藤家 没想到一旁偷听的小泽显得十分愤怒 怨无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 还喊来了情报屋 三人在隔壁上演了一出桌间在床的好戏 更是传来了武藤被殴打的惨叫 这时小泽再也坐不住了 他冲进武藤家 一把将武藤扑倒在沙发 随后焦急地查看武藤的伤势 而武藤也终于在此刻 想起了与小泽的爱恨纠纷 原来在十年前 武藤和朋友在酒吧玩石头捡不过 输的人就要去搭讪吧台前的苦龙妹 很不信 这次输的人是武藤 更是因为醉酒和小泽的耳背 又上演了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嘴 一堆欲しい 一堂欲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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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きっぱなに飲んだから たまが痛い 好きでたまらないから たまたまが痛い もう 真理想 一堂さあ 一堂 ねえ 血が 痒い 結婚 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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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大白 原来都是因为小泽对武藤的爱 才看不得他身边有其他女人的出现 为此武藤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此刻小泽还想与他再续前沿 尽管看见回到家的武藤女友 他也有恃无恐地掏出了他与武藤恩爱的照片 可PS公敌属实有些不堪入目 见武藤女友轻松识破了他的轨迹 恼羞成怒的小泽又掏出了匕首 想要来的鱼死网破 原来在二人缠绵的时候 院屋便偷偷溜进了小泽的房间 用小泽的手段将网站的照片全部辟成了他们姐弟俩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事小泽和弟弟大木确实都做过 冲进来的大木看到姐姐被欺负 和难听的辱骂更是直接掏出了手机 拿出他姐弟俩的原版图片 这下不光是武藤一对 就连车上的三位吃瓜群众都被惊呆了 最后警察带走了小泽姐弟俩 大木硬涉嫌纵火被关了黑屋 而小泽却因祸得福 在前往警局的路上遇到了另一位震撼 你已经死了 你还能做回罪 你能做回罪 我能做回回罪 你也想要结婚我 来吧 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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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给朋友做贷款担保呢 轻则破财免债 重则家破人亡 眼前的大叔就吃了朋友的亏 一个原本乐善好事善良的老人 就因为在朋友的苦苦哀求下 在担保人上签了字 而被害的家破人亡 朋友拿钱跑路 大叔也因此而背上了上千万的负债 混混天天在店里寻衅滋事 就连自己的子女也惨遭牵连 年幼的女儿在学校里被贴上小偷的标签 儿子也因此错过了重要的比赛 苦于无奈的大叔 拿出了150万的本金 可混混一番计算后 利息竟高达数千万 大叔无力偿还 混混便在店门口贴满了欠债不还的标语 和一桶桶白色的油漆 更是在得知大叔有一份高额的保险后 在夜晚将大叔夫妇两人残忍的杀害 并且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接着他们抢走了葬礼上的礼金 还用年幼的女孩为筹码 要挟男孩取出保险金替付还债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因担保上的签字 而变得支离破损 处于弱势地位的男孩声诉无门 他只身闯入贷款公司 想要替付报仇 大叔夫通过报纸看到了大叔自杀的新闻 回想起12年前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 正是大叔无偿的帮助才让他挺过难关 他不相信大叔这种乐善好施的人会无辜自杀 他偷偷潜入大叔的门店 一番调查后 果然发现了大叔被杀的证据 他喊来怨屋 要让凶手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一次怨屋只收了10元 情报屋打扮了一番 伪装成贷款中介 带了一份详细的客户名单 交给贷款公司的混混头领大山 起初大山并没有相信情报屋 可看到名单上的人都有高额保安后 巨大的利益面前 人性的贪婪也被放大 他暂且相信了情报屋的话 随后便让手下对名单上的人展开调查 情况也确实如情报屋所言一样 每家都是一副快倒闭的样子 之后的日子 大山和同伙开始乐此不疲的为名单上的人办理贷款 手上的资金不足 更是从黑帮公子哥那里借了5000万用于放款 就这样 怨屋倾的演员和那些生前受过大叔帮助的人 都假扮成缺钱的样子 不断的去大山那里借款 直到将大山的保险柜借空才收手 而几天后 看到所有的客户电话都打不通 大山才意识到自己被人撸了口子 可此时想要跑路以为是已晚 黑帮债主已经找上了门 走投无路的他想要跳窗而逃 可黑帮也不是吃素的 出来混的总是要还 一刀便让大山去地下见了阎王 男孩也被随后而来的警察救出 可是坏人虽得到了惩罚 但大叔的不幸又早已注定 就和男孩最后所说的话一样 你身边有这种职场阴阴怪吗 面对领导 他是满面讨好 甚至是保姆级的关爱 面对同事 却像个大爷般飞扬跋扈 就因为奈子让他帮忙打印份文件 而耽误了他与网友的闲聊 阴阴怪就跑到领导旁边哭诉 然后一脸委屈地跑开 这让不明所以的同事 都对奈子欺负人的行为嗤之以鼻 奈子找到阴阴怪讨说法 不料对方却不屑一顾 甚至嘲讽奈子长相丑陋 永远都体会不到漂亮脸蛋所自带的优势 对此奈子也无言以对 自己勤勤恳恳在公司拼搏十年 还不如阴阴怪在领导面前撒娇卖蒙几个月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奈子还是小瞧了阴阴怪的报复之心 这天中午 阴阴怪偷偷跑到了奈子的电脑前 不光删除了奈子的几个重要文件 还盗取了奈子辛苦筹备的策划方案 会议上 阴阴怪拿着方案夸夸气谈 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众人的吹捧 只有奈子一脸懵圈 他愤怒地指责阴阴阴怪盗取他的方案 可证据早被对方删除 最终只能落下的见不得人好的坏名声 甚至领导还对他下达了开除的警告 忍无可忍的奈子再次找到阴阴怪 可对方依旧是一脸瞧不起的样子 更是拿出了奈子和弟弟的照片当面撕损 原来奈子也是个可怜人 弟弟意外车祸丧失了行动能力 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杀 对此奈子很是自责 为了防止再有同弟弟一样的悲剧发生 奈子才精心准备了这份 给残障人士提供旅行的企划 可如今却被阴阴怪抢走 对方还态度傲慢的在身后说着风凉话 这让奈子心中满是怨恨 而有怨恨的地方就有怨恶的出现 怨恶本铺 一个可以解决人间一切纠纷和怨恨的机构 奈子找到了怨恶 他希望对阴阴怪实施社会性抹杀 一百万的酬金 奈子没有丝毫犹豫 属于怨恶的表演开始了 很快 情报屋便调查出阴阴怪的个人信息 可内容却让怨恶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长相甜美的女孩竟然是个整容怪 为了保持外貌 每个月都要去医院保养 对付这种爱美的女人 怨恶派出了帅鸭 一个眼神便轻松地将阴阴怪搞定 一夜无眠 趁着阴阴怪休息的时候 帅鸭在他家里安装了监控 接着情报屋出场 弄晕了医院的医护人员 伪装成整形医生吓唬阴阴怪 说他的鼻子随时有塌陷的风险 必须尽快做手术才能解决 费用是200万 接着由李奈假扮的护士 对阴阴怪的处境夸大气词 书如果不及时处理 就会变得和对面那个猪头怪一样 回到家后 阴阴怪看着自己三位书的存款 感到焦虑不安 而怨无见于以上钩 在隔日便伪装成养老机构 到阴阴怪的公司洽谈残障人士旅行的方案 还答应先付200万的定金 听到200万这个数字 阴阴怪的眼镜瞪得溜圆 随后李奈又滚了一把火 催促他尽快来院做鼻部手术 对美的追求让阴阴怪丧失了理智 他来到办公室偷偷拿出奈子的门禁盘 想将这件事架货在奈子身上 可他刚打开财务室的保险柜 没想到奈子正站在后面等着他 另一边同事正在给阴阴怪布置庆功宴 可帅压伪装成快递小哥 送来了一堆阴阴怪整形前的照片 接着又打开了电视 而屏幕里阴阴怪正在保险柜里 更是直言不讳的坦白了之前所做的一切 等众人冲进财务室 阴阴怪还想顾忌重施 可此事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了 看到同事们手上的照片 他知道事情败入 也在精神打击下失去了理智 他一把夺过钱就往外跑 然而却不小心士卒跌倒在了楼梯间 他转过身内被摔至扭曲的鼻子 吓得众人目瞪口呆 他向众人求救 可原本那些吹捧夸奖他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 最终阴阴怪已偷窃罪被警方抓走 完成任务的愿务也顺利地收到了酬金 可阴阴怪其实也有悲惨的一面 从小就因为长相丑陋 妈妈爸爸把爱都给了乖巧的妹妹 无论他如何起怜 都得不到他们的回应 或许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吧 圣母记者正在劝导受害者应该宽容大度 应该原谅杀害自己父母和弟弟的凶手 甚至为了收视率 还想让受害者与凶手同台谈话握手言和 可没过多久 就发现原来自己的母亲 也是被这名凶手羞辱才含恨自己 这时他又该如何抉择 是一边哭着一边回想自己曾经劝导别人的话 还是首任凶手替母报仇 因为日法律中的时效性规定 超过15年的案件不再接受任何倾诉 这也意味着 只要15年内没有被抓捕 即使犯下了滔天罪行 也会在时效期后变成无罪者 而凶手九山就是时效性的最大受益者 15年前 他若是偷窃被发现 便残忍地杀害了屋主一家三口 只有躲在柜子里的奈良幸免于难 更是因此而博得了巨大流量 无数的访谈节目接踵而至 甚至还发行了个人传绩 就这样一位杀人犯 竟然因犯罪而赚得盆满钵满 而受害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逍遥法外 申诉无门又无力反抗 心中积攒了太多的怨恨又无处释放 但有怨恨的地方就有怨污的出现 他答应奈良一定让凶手付出应有的代价 甚至连记者和电台中不良的领导 他也不会放过 复仇开始 怨恨先让奈良找到记者 答应参加与凶手面对面谈话的节目 随后派帅鸭和李奈潜入电台内部 蒙成则以实习记者身份接近电台领导程导 将圣母记者欣颖母亲的案件拿给程导看 在蒙成拿出证据的时候 程导立即有了兴趣 为了让节目更加火爆 程导隐瞒了此事 并故意安排欣颖以嘉宾的身份参与节目 另一边 伪装成前台的李奈 故意将茶水洒到九山身上 就在九山换衣服的空隙 心颖发现九山背后的纹身 竟然和残害自己母亲的凶手一模一样 他不敢相信 眼前的人就是自己苦苦寻找了18年的凶手 报应来的就是如此之快 前一天还在教导别人要学会大部分 如今就体会到了受害者的感受 他找到程导 希望退出访谈节目 可迎来的却是上司的一番痛斥 毕竟在程导眼里 心颖可是今晚节目火爆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 愿无假扮成九山的粉丝 来到他的新书发布会 顺利地将九山约到咖啡厅 愿无告诉九山 奈良准备在节目中亲手除掉他 九山虽然有些疑惑 但在心中已经提防起了奈良 万众瞩目的节目终于开始了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一开场两人的气氛变火药为十足 九山更是直接在现场叫嚣 而程导看着时机一到 便让助手插播出那条 关于心颖母亲的重磅新闻 看到突然播放自己母亲的惨案 心颖彻底崩溃 他慌忙地跑下台 可程导又怎会轻易放过他 随即安排主持人询问心颖有何感受 这时 只见一位陌生大叔弟给了心颖一个小包 打开后 心颖再次愣住了 里面的东西竟然是当年母亲自尽的工具 与此同时 九山也大方地承认了当年的罪行 心颖再也绷不住了 他缓缓地抬起头 怨悟正朝着他微笑 注视着这位曾经的圣母 当现实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 原谅与复仇之间 他该究竟如何抉择 最后 心颖还是放下了病态的宽容 一把剪刀狠狠地刺进九山的后背 接着一下又一下地扎进九山的胸膛 此刻他已经忘记了那些曾劝别人要大度的话 就和怨悟所言的那样 无论谁的心中都有黑暗 藏在那不为人知的深处 可就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将会释放出怨恨全部的本 怨悟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部剧见